我觉得队伍调整的点挺多的 简单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沟通做得挺好的 大家需要想想每个队位的英雄 或者是什么时间段干做什么事 就更要严谨一点 下一场面对EDG的话 首先我个人不管是在哪个队伍都没有赢过EDG 也没有赢过MACO 就还是挺无语的 然后就希望下一把可以满足自己内心的小欲望 就还是很想赞上EDG 还要赢一次MACO 昂贵帅的表现的话 觉得还行吧 就是不能说很强 我们是很强的一个队友 但是还是有机会我们可以能拿到一个胜利的一个队友吧 春季赛的时候就是很可惜吧 然后夏季赛的话 夏季赛也有 就是我觉得春季赛已经发生了 所以不用想那么多 就是我们就准备夏季赛好好准备一下 然后打好就行了 我希望我们可以进九月赛然后能 拿到干净吧 还是要上炎雀 炎雀主要跟猴子好配合 而且炎雀真的很克索 这阵容老实说 很多这种需要贴身位移的英雄 这个萨石阵一扑很难玩 上中野其实都是有点怕这萨石阵的 虽然炎雀在当前版本是有削弱 但是就是那个萨石阵怎么说呢 你后期你在打团的时候之前能放一两个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大多数都只能放一个 主要对面如果凸脸阵容多 或者说那种无位移英雄多的话 是可以选炎雀的 这把虽然左边都有位移 但是凸脸能力挺强的 所以选一个炎雀 也可以保护一下自己的后排输出空间 然后打团嘛 这个武器大师发挥的空间 感觉也一般 萨石阵一扑 带猫的西威尔一拉扯 反正他可能选出来也不是为了打团 因为上把选一个奥雀想打团 发现没打出来 因为可能他跟团队的磨合还没有到那么默契 但是把方巴上来先团结一步 这个感觉后面 这绕过来有机会吗 直接是逼了外婆一个急跑 没先手 还是急步跑很快 急跑Cd快无所谓 那这把林队湘可得小心了 自己这把带的也是急跑 他因为没有进化 所以可能待会儿得稍微注意一下 万一被控到的话 很有可能会震我 上面给了一个炎 炎确实把功能线拉满 这个书加上表 再加上个小兵驱逐器 这个炎味也知道了 进来排了两下 但是没有排掉 对 这边因为伦德玛一级也没学技呢 鳄鱼打甲克斯 其实一级鳄鱼处理好一点 不要被换太多血量 应该是都好打的 对 其实鳄鱼打甲克斯 只要保证自己在三级之前 不被甲克斯把那个线推进塔 就OK了 然后鳄鱼三级 把这个线往塔前一控 鳄鱼就舒舒服服 但现在如果没看错 鳄鱼打甲克斯应该是有吃一个 吃一个眼 他应该上路能先抢线 先到二 不过弗兰多也不慌了 有个骇骨可以挡一下 对 吃完 这个吃完到二了 前面因为先到二可以抢过线 蓝左的线只能空在塔前 对 但这个线的位置其实不是特别好推 应该再卡 再塔前了 对吧 一击上来的换血 掉过来了 右边是占了一些便宜 对 这个技能命中率的问题 上一把是小航中两个Q前期前的 但是还是抢到了二级 而且上一把下路一地记 是吃了热亏的 对 他吃了这个就是对面过河道 然后再翻过来 打自己这一口 打得好油啊 好老啊 他这个线就往前一卡 然后近战兵进去 但是远程兵卡在外面 偷你一个红度W 这波森妹的换血很伤 过渡到三级 其实蒋拉斯就不太好打了 但俊佳这个位置 是有一颗眼看到的 克里特愿望过来 要惩戒抢这个红吗 俊佳看到了 上来直接惩戒 俊佳拿下了 升三的一个猴子 那走了呀 俊佳 对 没必要跟他号 是 主要中路也被压线了 所以在野区继续战斗 也对于猴子来说无意义 但俊佳绕了一圈 应该要去 下面打这个石头人了 对 现在信号 知道克里特就在这 但我感觉克里特要去找他呀 是的 还是要入的 毕竟自己现在克里特还有惩戒 俊佳就是没有惩戒的 俊佳吃了一个忠实的人 这两把克里特前期打得好好呀 都是在前期占了一些野区的便宜 但这波的话又是红的W咬到了 Q也打出来 AE 哎呀 这波森妹的一直的美好的情况下 直接被石阳哥偷了一波伤害 桑妹的这个得叫打野的 这个线不叫打野有点玩不了 这线一直被控着 这波克里特不能走 克里特就是得在这里 这个地方游住 然后武器踢出来 克里特打的也是很强势 还是要过来抢你石头人 都不玩 都别玩 对 这俩是中小石头人 都给君家吃 这个位置 第一波踢出来 桑妹的剑盾 然后再补一个绿豆糕 哎呦 哦 很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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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桑妹打得很难受 嗯 对线还是老啊 而且现在就是有炮制线了 你会反推一波推回去 那你在吃塔压线的时候 这张哥又可以省个TP再输了 下路对线的话 这把方巴下路也没打好 已经要被打回家了 不需要没 不及平了 对 小行的血量顶不住了 这把感觉是 这把妹口应该有意识的去 多吃点技能 然后就再刷这个血量和盾 再上升这样子 那这样在短暂的时间内 上下两路的线都是往蓝色方的塔下推的 可力的野区的发育还是要领先于俊佳 林伟祥这波很尴尬 直接交治疗了 急跑治疗 哎 逼了个TP是中路的 嗯 我那天挺亏的 过来啥都没干 因为斯高的前面是不交TP的 他是带的一个进化 可能唯一好像中路线没有亏太多吧 可以这个位置还要绕我后代有眼啊 不过斯高的他是 哎不 这边的一个外本他是没有盾的 那这样的话 中路亏线啊 这亏线亏得很厉害 俊佳这边是有假神的 俊佳有假神 我还逞了个河线再交假神走 心也是真大 因为他刚才成绩差一点点 嗯 必须得等这个成绩好了再说 那中路这波线开始推到塔里 重置了一下 斯高的是可以直接走出来 狐狸这波挺伤的 很伤 狐狸将 掉了一整波线 哎呀 倒六那波其实斯高的可以先动 因为他小兵叙事器还有两个 哎 这波可莉的能被逮到吗 好像逮不了 他们也没有控制能留住他 可莉的也打得很油啊 现在已经36到了 偷了两组 哦 换了一波大雪啊 虽然这边是补完装备过来 又是打成了一个半血 对 只要圣香哥上来补了个铁刺鞭 然后用肉身再卡搏线 嗯 但这样上面的 这个线没推进去恐怕有点亏点经验 是的 这波没TP 圣香哥也不回 耀光来了 但补刀树上来说还行 就哪怕这一波这个往回补点的话 两两边也就差在了五个刀左右 这两把第二把跟第三把前期可莉的打都挺不错的 都是利用可能在野区吧 占了一些这个俊家的便宜的可莉的打还是挺聪明的 嗯 他很会用这个线上的线权嘛 就哪边有线我就直接就进野区了 就上一把是因为下路有线 这把是中路有线 两把都是在野区占了一些便宜的 但是 但是圣香哥这个这个线卡在这里只有半水左右还是得小心一点是搞不好要被越的这波 哦 可莉的在附近 圣香哥现在已经到达七级了 嗯 开一敲一下 就一直空间空在前面 哦 下路这边拿盾挡一下 但是直接被变扬了之后这边反正要打这套点 不好打呀感觉好 哦呦小航直接被打出了一个闪现 哇 这波其实外波是有闪的 航挺危险的 这一波 嗯 哦这波得回了 嗯 那圣香哥这一波交换下来 如果这波要回的话那要亏塔皮的 这一波可能斯高特要过来守一下 嗯 斯高特赢在野区了 对 因为这波圣香哥没 在开大吃 小大吃也行 不能亏塔皮啊 毕竟 那这样的话接下来方帕阿斯可以考虑 是峡谷前锋拼一枪 但是下路这边好像要死了呀 这一波 这么普遍 呃 一棒的给敲死了 是的 翔哥这波还想操作一下 但是也没想操作到底吧 主要是闪的一招 这一波感觉方发的下路 打的挺怪的 因为一起上来 那个换血就有点不太对劲 然后后来的话就一直出现这种 比如说辅助走了 然后AD还在线上很危险 第一波是因为care一个TP化解 嗯 但这一波是没有队友能TP化解 卡下这个强杀了 就没同步回尘嘛 对 这把感觉下路打的有点失误的 哇那本来来说 其实鳄鱼上路这边开大吃线 有机会让方帕拉次去八分钟 抢下这个先锋的 这下路一出是 现在感觉也够呛了 这把感觉下路牵扯了一些 就是方帕拉的整队的一个 不过是中单吧 一个注意力 感觉现在care也不太好 主动去出击上路 他感觉这波好像还是要动啊 蓝球帮 硬打 硬打 这波是盛阳哥没大 对 找了一个时机嘛 那现在把这个前锋拿下 可能撞哪儿 那EDG好像是要放了 对 大时间不大 大到林伟祥了 林伟祥开始一个急跑 但这是没有进化的 还能走啊 来 跑的都好快啊 好快好快 但EDG两波都挺冷静的 他们都是没有直接闪现过去跟啊 或者怎么样 就是想把你打退 然后我拿资源就可以了 嗯 俊佳交分身 想越了这波 一会也没有 但这波草州里面做了眼 这波的话其实 应该最多也就打个闪吧 闪现一场吧 闪现的猴子啊 还是挺有威慑力的 嗯 那这样的话下路吃塔皮 但是俊佳会动龙吗 哎 还会继续动 嗯 就这两波感觉哦 但那边破败王过来了 好像动不了了 这波是为了把这个泽力赶走 拿塔皮 俊佳没有持续的去打这个龙 硬打的话刚刚应该是能打掉的 但是这把下路领先很大呀 嗯 塔皮吃三层 是的 中路现在Scout也是推完线 绝对过来打这个小龙 那就动龙了 但是Wiper的蓝量不太够 我有KID过来直接被黏住打一套 这波可能要黏着打点技能吗 嗯 打个半血 这KID最多最多就咬个大招 而且他也知道眉口没有大 还是猫一没大大招 这把感觉EDG的下路领先会比较的明显 下路吃了三层塔皮了 还拿到了小龙 这把感觉KID在野区占的便宜之后 没有办法跟狐狸形成一个联动吧 因为确实这把下路有点烈 就一直要去下路帮一下 那中路的话又不是特别好动 Scout毕竟是一个闪现净化 其实这把如果下路哪怕能打成一个军事的话 感觉对于破败王跟狐狸 甚至是可以动一下这个鳄鱼的在前提 所以有几波是有机会是杀他的 鳄鱼主要是自己两波一波 一个是开大化解 另一个是Scout帮他稍微化解了一下 这样两波下来 盛阳哥发育也是比较正常 也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下路 压上挂个猫 看到了KID的位置 现在开始这下路就难受了 因为推线一直推不过 这西边推线太快了 那边在塔下的话 前面有小兵这泽力肯定是不能和对面对军 对 而且KID这边 因为这个手上拿着先锋的缘故 也一直没有办法用扫打去扫野 还是中单过来扫的 再扫扫 但是已经过了 后面有个眼位 关键眼位没有看到 中路Scout抓着对面去游走的时机 再推一波 KID赶紧回去了 现在两条边线的刀叉 只能靠打野这个位置来追回来 上路武器大师也是 只能一直就是接线的一个状态 嗯 他应该是吃了个河蟹 看可莉在下路有没有机会放这个先锋 想打一波 快快快快 是的 有大概的感觉 可能这个草头里面会有人 但是这个先锋还是得放 就摁放 对 必须得帮翔哥这边化解一下压力了 扬扬 对 要不然这把泽力发又会很差 而且是准备四包过来了 现在Wiper得叫人过来 但有踢啊 而且中路还有一个炎阙这个强板随时能支援过来的 像包哥 紫麻琴线太快了 这英雄 大招 来了 还反逼了一个闪现 哎呀这推塔掉个闪太伤了呀 翔哥有点贪呐这波 中路还可以逮一下狐狸的回线的位置 没开大 对 逼一个大招就可以了 而且这样的话终也可以往下靠了 下路就要动手了 这波翔哥感觉不好走啊 没闪的 而且小航要死了 交出闪现 这波再往前追 Scout随时可以封墙 要来了 后面先带带线 现在得叫得叫 狐狸要踢 那现在狐狸交踢了 很有诚意 走了 这个石川直线距离没有命中小航 咱们装甲猴俊佳 但俊佳这个位置自己也得优着点 哎 可莉的 闪现 滴滴走了 听到了 把歪歪给秒了 但是猫是可以走的 这波可莉的 逮了个机会 在草丛里的一个埋伏 普通的前载优业也许你可以挡 但是 闪现前载优业就太难挡了 但我感觉EDG这波 其实可以早点动手了呀 嗯 他们一开始那个线没过来 有点犹豫 然后狐狸踢下来 就有点不太想动了 上路也打起来 两边都对焦大招 也没打到去 嗯 这波我自己 有点怕吗 难道是 其实你打的话感觉也能打过他 而且 所有人的位置都已经出现了 对 上路之外所有人都在下路路头 主要有铁板鞋的这波阿鱼 还是更强势一些 这波真的其实小航第一时间 也被打出伞 翔哥也没伞 这一波第一时间感觉 EDG就可以直接上呀 咱在运动的话应该是能杀的至少 但是 这边有人卡了一个视野 他们可能是觉得 这个路路还有大 怕伤害就算有误 对他们想最稳的 把这个边线带过来 但是被可莉特藏起来了呀 可莉特这把打的挺聪明的 翔哥刚好在极限距离给了一个强穿激光穿到 对 这一波就是方不达斯的出力很漂亮 那这样的话翔哥的这个盾弓也有了 装备跟了上来 两边的经济摇的还是挺死的 但是接下来的话 可能EDG在团战方面还是会比较领先啊 还是领先一个鳄鱼 再压上可能在AD位现在打团的一个领先 上路领先20的下路也领先个30的 又来 但是这个位置可以的都看在眼里先捏Skull的 Skull的有王面 先把王面给打掉 下路这边直接封墙了 这回是果断封墙 但是只想拿塔 对拿完塔就要撤 然后等这个小龙刷新 我没有没获到 鱼家想找机会啊 破半王已经是溜到了河道 这边肯定要动这个小龙了 EDG这波蛮强势的 而且EDG他上单有踢 对 Skull上单没踢的 这波打起来的话肯定是EDG的阵容会更强一些 这波KID可能想尝试得抢一抢吧 你看Skull已经去试红buff了 试红buff可以走下来你就说 这个位置还赶得及 但是龙肯定没了 这个下路已经在吃线了 那次 算了 还行吧 Skull这边是吃了两只野怪 但这把EDG小龙决动还挺快的 对 15分钟已经是两条了 这把感觉就看方布拉斯 还是看他们中期的一个防守吧 因为这把中期还是打不了团战 嗯 而且现在先锋在哪 先锋拿完之后直接撞中路 感觉方布拉斯现在是有点点困难的 嗯 但好消息是起码中单有人投 而且上单发育也还比较正常 呃 外面这个位置 这边阿姨 这边是先破了盾 就轻住 轻完了就后面伤害不够 兄弟们没跟啊 没人去跟 哎 哎 现在打起来 方布拉斯还是有点虚的 要硬来嘛 森美在旁边 但是只是一个贾克斯啊 打他能力很有限 5v5的一波团 感觉方布拉斯也不敢硬接 哎 逼完了感觉方布拉斯可以去推下中塔 其实是有机会的 哎 可以推一下 中塔可以赚点血量 在转一波野区 想要找Scout Scout其实是走了一个对面 看纪律性了 Scout的纪律性很好 到了一圈 纪律检查 这个确实 还是不是那种表面搜点 哈哈哈 大概看一下 很仔细啊 很仔细 纪律委员现在 就打季后赛明显感觉 确实一帝今天的一个集中 集中度 纪律性都很强 对吧 死命令 对 就像刚刚Scout在采访的时候说的 季后赛确实是不一样的一个游戏 那现在双路占中了之后 现在方布拉斯又要经受一段折磨期啊 真的就是推先推不过这个西院啊 永远先推现的 直接放先锋 也没问题 这样的话狐狸得往中路靠一下 强穿气光没有穿到人 撞一头 想拆不太好拆吧 过来A两下 狐狸跟破败王都过来了 但是感觉一滴还是可以接下一波 继续推啊 先锋拆不掉 小兵可以拆掉 推先太快了 打起来感觉这段时间方布拉斯还是有点不太好接的 强哥吃了一个Q1Q2 风强 就是掩护拆塔的 上路 哎 我现在是有神分这段时间 确实可以跟鱼叫叫板了 神分换血太无脑了 后来硬换你 贾克斯 现在得在边线打出点东西啊 最好有兄弟能帮一下 破半号在旁边 那这猴子也在往上路靠 哎 俊佳过来 他刚好又是打这个尺寸的时候被发现了 可莉特想了想 鱼不好动 动个猴子也行 看W捏到了 这一波俊佳有闪的 直接将大招打断跳斩再叫闪 而且轮子马赶过来要包扎了 森美特自己可能要被卖了 哎呀 这波可莉特带着兄弟们呀 可莉特能走掉吗 直钩钓鱼 但是一级的好像撞墙了 差60滴血啊 跑了 这波森美特挺无辜的 这个应该是兄弟在指挥 过来过来蹲一下蹲一下 要自己顶不住给枪去了 是的 但你别说运气你家这么操作去挺好的 嗯 主要没想到这个轮子妈 机缘这么快 对因为你双人路占中就是这一点啊 你两边都不怕被抓 这三 还可以再吃一个塔 就这三把方布拉都是泽力的下路嘛 就是泽力的下路就面临一个问题 中期这个中线站不住 对 中期你不管是青线推塔 防守都很弱 那导致对方的下路 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游走空间 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都是被动换线 对 把把都是对面先破塔牢 对面先换 这个对泽力来说太难受了 这一波他可能也猜到 猴子是交了达鲁过来的 不知道刚刚有没有看到 这个 R直接转起来 然后再交一个闪线 猫再换个速度 怎么说还要克里德留 克里德挺帅的这一波操作 这只穿两个异装强 对 再往前走一步穿 应该是能杀掉一个克里德 克里德这波大招躲了个红怒W 感觉现在这个局面方法还是不乐乖啊 中期小龙的压力会很大 经济咬的是不要死 但是贾克斯 泽力 现在距离他们的打团期还有点远 对 主要是下条龙 下条龙方巴斯一定得想办法断一下EDG的小龙节奏 嗯 不然就很麻烦 但是现在也不是特别好断 这时候贾克斯也不是特别肥 他来打团作用肯定是没有余大的 难度肯定是很高 但是这总比再过五分钟就是all in去争一条也很难争的土龙回要好 起码现在泽力两件套啊 现在这个泽力还是有机会去收拾一下的 想回来接啊 嗯 但贾克斯的位置其实是知道的 贾克斯就在这附近 他和他队有脱节的 他们现在现在中路他就TPK回正面 死告这边有两件套的 感觉这一波方巴斯挺危险的 如果打起来的话 对 就只能硬兵操作 哎呦OK啊 他在三角扫这个位置也被发现了 那方巴斯正面少人这个讯息 EDG已经知道之后 现在下来动 现在这个龙的血量特别有点动 嗯 这个斯高的这个位置确实随时可以封啊 嗯 这个位置可能要封了 只有6000血了 现在打野都在龙坑里面 龙回血了 俊佳这位置得叫贾克斯上去 嗯 这个龙现在是一个烫手山牌啊 被打出大招了 嗯 大招打出来3000血 龙是谁的 俊佳好像不打他抢龙 要进去嘛 1000血900血 波半龙拿到了 可莉特直接大招往后溜 但是贾克斯被败了 反正布包晕了一下 那边的话可莉特还是被秒掉 先让他一撕去 Q起来没有回起来 这边的话 猫开启一个大招 盯到两个人 但是好像没有施育的伤害了 那边再晕到两个 感觉还能继续打 俊佳可能也是底没险的 猫赶紧溜 直接放弃俊佳 那边的话 能不能打这个大龙啊 感觉没有打野 这一波打阴了 没打野啊 有打野真的打 可能还是要去一下 两边都没有打野 嗯 这必须得拼了 方布拉斯最后的机会 感觉是有机会 达到这个大龙的 诶 伊蒂你不用了 咋样了 哇 这一波方布拉斯 这个团战 感觉英飞技也有点犹豫 是的 而且贾克斯那个位置 居然是战斗力还不错 第一拳恶欲也没血了 而且不得不说 方布拉斯这个决策 做的确实够狠心 而且顶住了压力 这样的话 打断小龙节奏不错 还收了条大路 这个是个转折点 我觉得 大转折点 翔哥两件套这一波 战斗力还是很强的 而且桑美特在后面 其实是拖了很久 viper的一个时间 对 主要他一直在那边牵制 有点犹豫 就是整体伊蒂记有点犹豫 我到底先处理贾克斯 先动楼 对 这边是处理 就在双C 交闪现之后 闪现反击风暴晕住 主要这一波 其实EDG的这个 上野斧吧 是先想杀那边破败王的 但是杀破败王浪费了太多的精力了 然后导致这边的话 贾克斯跟泽力收割残局了 这泽力从头到尾都没人管他呀 对 包括狐狸 狐狸这一波是拿了一个双杀 打破败王感觉 包括抢龙吧 EDG感觉是这个决策 就是做的有点不够果断 三个人继续想抢龙 打破败王 然后两个人又被贾克斯起了 那这一波打完 方布拉斯是把优势 重新的握了回来 太意外了 俊佳这个位置 还挺危险的 而且现在贾克斯有点舒服啊 贾克斯身上出了一个冰心的 主要是现在这样子 往下打的话 鳄鱼的战斗力跟贾克斯 就没办法比了 感觉三位的可能还是 想玩这种能自己玩的英雄 他要是被那种 就是玩那种团队英雄 可能被团队绑架自己 发挥不出来 他也有点搞不清状况了 因为那种英雄 他需要很好的跟队友的沟通 对吧 他可能现在跟队友的沟通 还没有那么的紧密 跟娴熟 感觉打这种EV1 或者说EV多的英雄 不太需要队友指挥的 还是喜欢玩自由人 对自由人 那现在方帕斯大龙buff推进啊 可以应该会带来 不少的一个经济收益 对 现在起码有一千多的经济收益 现在一塔再推一推 但中路一塔 其实有点难推 西边首先还是太厉害了 这把能拿多少拿多少吧 现在起码方帕斯 把自己的优势给重新拿回来 而且天尔这把的狐狸也很肥啊 三个头在手 自己的招牌小狐狸 没卫强这把 诶 想抓Skot Skot 这波是没有闪现的 被轻荡要死了 隔墙救一下救不回来 但是KL他还有两段大招 这边要开 不是特别好开的 是的 很灵活 下路2他也推了 现在方帕斯 推掉了不少外 他把塔树起码翻平了 这把感觉很有机会啊 确实 上面的现在 单线也有几个等级上的领先 两段一穿完被晕住 后面KL跟内祸 直接被捲起来 没大招 没大招 对呀狐狸 这在干什么 那边责力的话是推到了中路的塔 那还行 起码推了个中路塔 但这个大人头是给到右边了 这把有点没搞懂 是的 他有点忘了自己没大招 这回事了 不过这波回家 又是有一个沙漏在身上 我看一下刚才这波 Scout被跳晕了 Scout这波就是 纯纯的走过来看一眼 然后结果就死了 他就想守这个塔 但是Summit就 基地很大 这Scout又没闪现 确实没办法 这个大头是被猴子拿下 看一下Viper这波回家 能更新什么装备吧 Viper回家 他也没有什么装备 好像是一个大剑 对 还是差点钱的 那现在方普拉斯可以手握节奏 尽量再把 他其实不着急 因为现在来说的话 还可以等泽利发育 狐狸已经很肥了 中期这段时间只要打架的话 狐狸的作战能力非常非常强 现在狐狸的战力是很领先的 三点套的一个狐狸手握精神 看方普拉这波怎么选择 而且下一点方普拉斯要直接做自然之力了 他要把自然之力做出来 这炎雀也打不动他 他感觉编带打团都很厉害的 我觉得这波团队两边都有机会啊 看发挥了 方普拉肯定也想去尝试一下的 因为狐狸装备太豪华了 但主要黎月桑现在等级很高 14级的泽利 这样的话直接上来 你们一闪歪魂秒掉了 狐狸手握太高了 直接秒掉了歪魂 现在开始一个大招配合猫往后拉 现在好像能走掉 但是方普拉斯已经可以拿这条小龙了呀 小龙是完全可以拿的 这太夸张了 刚刚祥哥一个隔墙的强穿 激光配合狐狸的伤害 直接把外边变不见了 这把方普拉斯的双C装备都挺好的 这把方普拉斯很有机会了 感觉这个小龙拿下来 机会已经非常大了 小龙一拿前面基本 什么塔亚龙的烈士都没了 主要还是那条上一条小龙吧 那条小龙团打的太成功了 那条小龙团打完狐狸装备就领先很大 哇 桑妹他现在已经16级了 16级马上回家三件套 带自然之力三件套 你看看这波 这波翔哥那个W好像穿了个七八百血 对 然后再加上 Q 500 一个清洁亲死了 这剩下人虽然是走了 但是龙没了 而且正面损失确实比较大 哇 林伟强现在已经三件套了 这局给他发挥空间非常非常大 嗯 响哥这把是有舞台的 哎 打到后面方普拉斯也不虚的 反正现在无论是时间 还是说现在的当前的战力 空间都站在了方普拉斯里边 上单现在上面的三件套 而中单方面也是三件套 AD也是三件套 装备都很好 除了打野稍微 打野虽然没有人头吧 但自己毕竟补刀比较多 嗯 这军家中期有点开始不刷刀了 是 这个我想抢大龙坑的视野哦 拿到优势之后 方普拉斯的运营还是比较稳健的 这种局贾赫斯太舒服了 就是正面队友4v4已经不太可能输 这种贾赫斯就是无限的在边线 扩大自己的优势就可以了 一点没有压力 就对线可能还有点劣势 但是打到这种边带的时候 都有装备了 那桑贝特一个打两个都不是问题 三级打招随便敲鳄鱼的头 嗯 当当当的 这种局贾赫斯打了16级还是有点小无减 经济差距上终于差了 抬过来的克里德 克里德 克里德有机会吗 又转了一下这边的好 呃 也不好打 但是轮子妈的位置比较远 支援一个大招好像也支援 呃 开不到了 而且克里德他没有交产 他只交了一个大招 嗯 那还行 就互换一下大招吧 嗯 克里德也不是很伤 现在方布拉斯3C战力 拉满的 拉满拉满 满中满都是三件套 而且现在已经到强势期了 嗯 三件套之后的方布拉斯3C 只要装备不落后 就是领先了 领先还挺大的 他这个阵容在后期 不管是这个 甲克斯对于鳄鱼 然后包括双C的一个战力 其实都是挺强的 十七级了 这个甲克斯有点无人可挡了 而且现在歪法都还没有穿甲 主要现在1B7还不好 不好去抓这个甲克斯 对 这甲克斯极端情况下 一打二都不是问题 太灵活了 哎呦 哎呦 直接把盛阳哥打回家了 啊 这个时间点已经 下来可能会没了呀 这波盛阳哥回家 可能下来就直接没了 再穿一下 穿了个甲猴 看方巴在这边 龙坑好像也没有太多的一个 机会吧 直接去打这个龙 军家 这个眼 自己被发现了 交给甲猴 回头Q一下 甲鲁又换了一波血量 但这波甲克斯可以 回家饶再走出来的 嗯 甲克斯 先把兵线清掉 这波有机会可以把塔直接敲掉啊 鳄鱼回的有点点慢 哇 谢阿里来了呀 每一个视野都好难做啊 一个猫的阵容 现在只能依附在猴子身上 去慢慢的蹭这个视野 这塔就一直慢慢蹭 嗯 现在从三分之一先 已经蹭到了半血 三分之二先蹭到了半血 但这波可能 也不太好 一波 打掉这个 哎 上面这个位置会不会被逮 他有自然之力的 嗯 他被 还是被抬过来 抬过来 他还有闪现 他甚至连闪现都不用交 真的不好抓 太硬了 主要是 右边现在没有穿透 他这个冰心夹自然之力 双C都有点打不动 我觉得这把主要的问题是 就是最后一手 哎 看这边 游到了 变扬身杀俊佳一个甲猴 抬过来 抬到一个力了 但是真猴也被杀 伤害实在太高了 左边林伟祥跟狐狸的伤害 没有打野 现在 反正他击杀俊对面打野 就自己可以打大龙 哎呀打了呀 这把鳄鱼也是踢过来 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 对于EDG来说 但这波猫咪没大 看一下 一个17级的鳄鱼 有人血量不是特别好 克里特 这个位置 经典位置 鲁子马一个Q 克里特别叫闯进 啊 这个位置让我想到了 一个著名的AD STYZ 老干街的前EDC选手 当时抢到的是厂长的大龙 我这 也是轮子马一个Q 盲视野的当时 这也太太难以置信了吧 哎不是这 这问题可有点大呀 而且这波 自己状态不是特别好 龙坑没视野的 虚并了呀 这波 所有视野都不在大龙坑 现在小龙是没有什么视野的 这真的只能说是运气到 但EDG想来想 先推中路线 中路线推完之后 然后再来小龙这边 要打这个小龙团了 这波 风强 其实还是能玩的 这强风的好早啊 这强风的好早啊 不玩之后要直接run 好像想run 交TP狐狸的一个T 但 这个感觉也不好打到底 呃 展翼地有点虚的 因为这个时候方不拉 正面战场 算了算了算了 硬实力还是更强一些的 感觉强风的还是有点早 对 主要现在龙还是太肉了 以前那可能就真的run掉了 是 看一下 随便吧 这波 两千一千五一千四 这边还是有一个演的 一千二 但是 五百五 就是一个五百多的血吧 三美的打了个W 然后 有点痛 有点痛 没想到 鳄鱼现在已经三剑了 这条大龙是帮一滴机续了一口命 但是不缓解 根本的一个压力 根本的压力 就是打穿现在打不过 而且双不拉子这三条土龙路上 大伙现在都 弄得发 令人发起的 一滴机伤害感可能有点不够啊 而且他这个大龙buff 其实推不了啥 他就推了个二塔 这个大龙抢了 我觉得芳布拉现在冷静一下吧 心态稳住 我直接开打招呼来放下Summit 哎 直接 他抵了 顶下来了 顶下来了 哎 但是这波Summit应该能抵很久 他抵很久 中路塔 这边芳布拉就可以推 只能拖时间 多拖一点 多拖一点 啊 这个球生欲望太强了 球生欲望太强了 球生欲望太强了 有的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 嗯 但是中上能推 也不亏 我绝对芳布拉来说 一个手做个二塔啊 对这两个塔 但这波要小心一点 这波要回家 一千块 因为EDG要反退一波 嗯 这两个塔一拿 经济上是不亏的 但是要注意这段时间 在复活的 这段时间感觉 EDG是想拆一路的 想上一波的感觉 应该是中转一下 对 对 贾克斯这波是交完了 TP交完了闪现 下一波其实EDG有一些操作空间的 起码就是边线 弗兰佐压力会小一点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芳布拉要冷静 不要出事就行了 对 但这个贾斯复活 实在不行 就实在不行都可以放一个 是 但是这波的话EDG 其实AD跟打也没有大招的 还有点危险 能回起来吗 回不起来 而且里边芳布拉要包夹过来了 但是没有TP绕方 没有轻到 狐狸这个预判 感觉是想预判俊佳W的位置吗 但俊佳没有W 嗯 没有直接交W到上去 那上单的互换 然后方棒其实多拆了一个塔的 他们是拆了中上两个二塔 咱可以接受吧 我觉得 而且这个大龙时间也拖过去了 这波咋回事 嗯 应该是R过来E到了 可能被轻到了还是 隔墙轻到了 隔墙轻到了 嗯 主要是R过这把任性不足 嗯 出了一个护甲还 感觉还要再打一会儿啊 本来要这个土龙魂决战了 对 这个时候打起来说实话 就不好说了 我觉得 因为现在两边ADC装备都挺满的 就看ADC发挥了 两边ADC谁能多A了吧 3到5秒钟 这个团战都是爆炸伤害 但我能够想象得到 接下来这个武器大师 应该就是摇着天风扇 就去跳这个轮子马脸 对 就现在我觉得在输出环境上来说 还是方布拉斯的双C啊 会更强一些 因为狐狸输出环境 这个局面 这个装备 肯定是要比右边 炎雀要好上不少的 对 我感觉炎雀现在 得站在Viper旁边当保安 对 只能当保镖了 就现在炎雀 鳄鱼也好 等下都是要 保着轮子马去玩的 但是方布拉斯这边就不一样了 他们的3C 都能各自发挥 对 这个就是这个阵容 打到后期的一个灵活性 一定会强于EDG吧 ED鞋打到后期是真的满看 轮子马 轮子马应该是包园团战 可能50%的左右输出 对 主要是现在Scott他还没有我自己法穿 如果有法穿可能还好说一点 那现在打前排都有点难受 这Soviet又是补了一个死武 老实说Scott现在就站在Viper旁边 就扑撒式认 然后 他好像快够钱了 在线等 嗯 现在两边ADC 经纪都是最好的 都是16000的一个经纪 都快神装了 差半截 50秒的大小龙 龙魂团 动路Scott吃完 马上忘忧了 马上都要满装了 这把炎确的一个风路 确实对于左边阵容没啥影响 都可以过强感觉 对 3C都太灵活了 哎 大招棒有了 直接踢踢中路 来了正面 终极一战那波 这波看发挥了呀 这边左边三个金身啊 两块表一个金身在手上 环战上限来讲的话 方布拉斯会强一点 想直接开 没起来 谁就下载了 麦杨 郡佳 郡佳 子也不会假被打出来了 后面假被秒掉 那这波龙 肯定一滴击是打不了了 而且Scott也不一定能走 他有一个闪现 可以说 妹妹又没货到了 妹妹又到了一个先哥 没办法 换前摘的速度真的 wird 啊 可以不用打龙了 一波都有可能 我有小子哥 继续逮捕 就杀掉了Scott 敢要一波了 直接一波了 两个人直接踢过去 没有问题 一波龙团啊 直接结束 哇 这波团方巴拉打得好果断啊 是的 而且开过去的一个军阳实在太脆了 是 一瞬间这一波架就被打了 挡不住左边双丝这个伤害的 一下子就没了 看看下路的 明显续上 小轮巴一个人没有手 守不住啊 别被敲死了 狐狸跟贾克斯分享了两个头 打不住闪接一闪 那恭喜方帕斯呢 这确实也是顶住压力了 0比2落后的情况下搬回了一城 中西方帕斯这把打的确实很漂亮 而且在中西的那个小龙团吧 我觉得就那波小龙团 打完就感觉这把有了 因为那第三下小龙确实 感觉可能那波林伟祥的装备 也比较的好 感觉能操作 操作起来了